美国时事通 我是罗文 今天是10月23号星期五 昨天晚上川普总统和拜登在Nashville 举行了最后一场的总统辩论会 我们初六的记录一下全过程 首先是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从白宫出发 手腕着手乘坐空军一号去到Nashville 他们一出白宫就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很多人在叫着 再干四年 再干四年 然后场面十分的感人 第一夫人美南利亚穿着一件Dior的裙子 她之前好像穿过内饰的裙子 然后他们有时手腕着手 有时这个搂着腰十分的亲密 第一夫人还穿着一双Christian Louboutin的五寸的高跟鞋 那这个高跟鞋又通常称为红鞋底 你可以看到这个鞋底是红的 那它有好几双不同颜色的像Louboutin的这个皮鞋 这个Louboutin一般是好莱坞明星走红地毯用的鞋 然后他们步上了海军陆战队一号 那我们说一下辩论主要的情况哈 昨晚的辩论其实是非常的激烈 因为这是最后一场辩论了 当然这个民主党的人仍然会认为他们胜了 然后共和党的人认为川普胜利了 所以这是每次辩论基本上都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主持人是一个母亲是黑人 父亲是欧洲人的一个浑血的女士 那她其实之前也经常出入白宫 很多人挖出了她跟奥巴马照相的一些照片 实际上她是NBC驻白宫的记者 所以她如果跟以前的总统有接触 其实并不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意外 那总的来说 我觉得昨天的这个辩论 没有以前的辩论火药味那么大 以至于之前主持第一场辩论的这个 Chris Wallace就是不无忌妒的说 他说啊 我真希望我的这个辩论主持的这个意思说有这么好 当然我觉得原因就是除了NBC新的规定说要禁音以外 实际上在双方辩论的时候 他们有部分禁音并没有全部禁音 你可以看到川普在说满了两分钟 还在继续说的时候 有时候他的话就被禁音掐掉了 但是呢 总的来说 拜登也抢了好几次话 似乎也并没有被禁音 所以这个禁音政策其实是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威吓政策 并不是一个真正在实施的 至少只是部分实施的一个政策哈 不过似乎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就是这个主持人他其实还是有他的偏心哈 他的很多问题基本上都是在跟拜登为求 比方说疫情的问题是吧 大家都认为 这是攻击川普的一个很好的策略 比方说这个环境问题 气候变迁啊 然后医保的问题 这相当于是拜登会认为他们在得分的一些问题 还有种族的问题 然后包括俄罗斯 还有伊朗干预大选的问题哈 还有什么所谓的领导力的问题 这些问题实际上都非常的显示 他是在为求 其实选民最关心的有经济问题 还有这个街头的示威者 包括法律和秩序的问题 他都没有问到 经济问题涉及到了部分 所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处理国际关系 和国际事务的能力的问题 这些他都没有问到 因为这是总统的一个重要的职能哈 其实那所谓美利坚合众国就是这个意思嘛 就是总统他是管外交啊 还有对外战争啊 很多是对外的和全国的一些协调 联邦内的一些协调 那实际上很多的政策都是在当地的 相当于州长在负责的 所以那他这些重大的外交事务这方面 还有包括川普的这个军事的成绩哈 他都没有问到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主持人在问问题上 这几大板块基本上都是非常有倾向性的 虽然他表面上做到好像感觉不那么有倾向性 第二个我觉得他比较有倾向性的一点就是 比方说川普在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他就会打断他说 哎你的时间到了 我们要进到下一个问题 可是拜登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说打断他 我说的是这个回答问题 不是说两分钟之内的时间哈 两分钟是互相辩论的时间 但是在之后 通常一方说完之后 另一方就需要解释或者说需要回应 这个时候他就会给他时间从30秒到10秒什么都不等哈 不管怎么说 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川普这次表现就还是很不错的 其实大家不管左派还是右派大家其实都认为说这个辩论其实无关投票 实际上很多的投票已经进行了 我记得到今天为止离大选只有11天了 投票已经投出了5000多万 这个基本上就投了一半了相当于 所以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实际上都认为这个辩论无关大局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用的就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中间选民或者是他可能对某些政策不是特别了解的话那他很可能都会看辩论帮助自己更坚定的支持或者是反对某一方促使他去投票 那我主要来谈一谈这中间的几个亮点 如果你仔细的听拜登说什么的话 其实即使他的风度再好或者即使他表现的特别的职业或者即使他表现的再能和电视机前的选民沟通 其实他中间表现的一些致命的问题 也就是他政策上的问题是非常让选民会觉得心里非常不安和非常糟糕的 他说的几个议题 他要终结美国的这个fracking fracking就是水压油气的一个技术 它是一个石油工业的就是之前像沙特中东他们的地位很重要 就是因为他们的石油是炭井下去就可以开采出来的这个液态的石油 后来能源研究发展之后就发现其实像美国还有英国很多地方其实也是大片油田的这个地区 但是它是油业岩不含石油或者天然气的这些岩石 就是你必须要用一种特别的这个他们叫fracking就是高压水压的技术 就是他把管道打进去然后加入化学剂和高压的水压去击碎这个页岩 然后可以提取石油或者天然气哈是这么一种技术 所以技术发达了之后实际上美国就成了能源的大国 并不像以前那好像对能源也非常的紧缺或者是非早捉弄不可 但是很多专家就认为说这个fracking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 比方说化学剂它可能会导致污染 然后如果你抽掉了这个地下的岩层的话可能会引起地壳的变动 然后引起地震或者很多人甚至说有一些小规模的地震是这样引起来的 然后还有的就说这可能引起水资源的枯竭 因为这个很多地方是大量的缺水的 不管怎么说环保主义者会认为它有种种的环境问题 但是实际上很多专家又说如果你要把这些控制好的话 其实它也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你说这个化学剂也好什么也好 它是可以控制的 做绿色新政的这个左派认为说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事情 你们怎么可能用石油产品呢 你们就是应该用电能啊清洁能源搞我们的绿色新政 实际上他们的这个绿色新政也是一个伪命题 你实际上他们用的这个太阳能的板 它的这个效率现在特别的低 很多这个太阳能的公司经常来游说嘛 就是你们家屋顶装这个太阳能的板什么的 初期投资可能比较大 但是后期的话你们还可以生产很多电 然后电用不完你还可以卖给电力公司什么的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误导性的 就是你投资要非常大 而且不一定能收回来成本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现在的太阳能板也好 还是太阳能晶片也好 这些技术效率非常的低 就是它根本都不足够你一家的用电 或者是产生更多的电能 而且说它是一个伪命题 就是因为其实这些太阳能板也好 或者是你用Tesla这些太阳能电池也好 这些电池或者板块最后就是很大的污染物 你不得不去处理它 这种污染也是相当大的一个污染 打个比方就跟我们用电池的污染是一样的 很多人就认为说这个污染其实比真正的二氧化碳污染还要大 因为二氧化碳的话 你虽然人呼吸也好还是动物呼吸也好 实际上这些都是可以被自然界分解的 而且很多像二氧化碳在白天就是植物的养分 对不对 它到晚上植物才吐出二氧化碳 所以实际上二氧化碳也是这个自然界不可缺的一个部分 其实这个议题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议题 科学家其实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很多民主党人就说要相信科学 这些所有自治环保的或者很多环保工作者 他本身就是坐飞机或者有的甚至是坐私人飞机去游说别的国家的 那这难道不是一种非常伪善的伪君子行为吗 总之反对Fraken的人就说这个是有污染的一个行业 我们要取缔它 说现在都是21世纪了 怎么可能还来用这个油气呢 油气都是很古老的 我们要用电 我们要用太阳能什么的 但实际上太阳能也不是有那么清洁的 太阳能只是在一使用的过程中看起来清洁 实际上你在处理它的太阳能板 还有这些材料的时候一点都不清洁 但是他们因为渲染了这个概念 所以它会让人觉得 你们这些石油工人或者游戏工人都是老古董 都是过了时的人 我们才是带领新兴计数的 所以这是非常arrogant的一种做法 我觉得也是一种很无耻的做法 拜登曾经很多次说他要终结这个Fraken 但实际上呢 他在昨天的变动会上 他就说我从来没说过这个话 然后川普总统就特别的已经感觉很生气了 就说你在开玩笑吧 你说过很多次 然后他还是在抵赖 所以他就说好 那然后拜登意思就说 那如果你觉得我说过的话 那你给我看看 然后川普就说好 我下了这个擂台之后 好 我就把它放到网上 大家来看 然后川普总统也趁机的说 宾州 德克萨斯 俄亥俄州 你们这些选民都听着 他要终结Fraken 你们一定要记着这句话 这就是相当于 我觉得拜登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在这些宾州 德克萨斯 还有俄亥俄 都是非常关键的 Battleground 就是战场州 那宾州 俄亥俄 还有德克萨斯等州 都是非常重要的油气生产的地方 像德克萨斯州 它基本上是世界最大的油气的重要产区 果不其然 我今天早上就看到川普的团队 包括川普自己已经发了一个推 就说这个拜登在好多场合 都说过要终止丝花产业 还有这个终止Fraken的一个片段 我觉得拜登还有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就是他说如果他一上台 他就要把1100万美国的这个非法移民 自动转化成公民 合法化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议题 因为在2016年 川普总统的这个反对非法移民的政策 实际上是得到了很多的选民的支持的 到今年虽然非法移民这个问题不是重要议题 这是因为基本上川普已经大部分解决了这样的问题 那但是我相信很多移民或者是公民 其实心里还是会心有余悸的 然后如果他们听到了拜登说这句话 说我一上台就要让美国的1100万非法移民 合法化的话 我觉得很多人会不高兴这种说法 组织人就问就说 我们有这么多的孩子 他们在边境 意思是跟父母分离了 说那你怎么处理 怎么样找到他们的父母 其实这个相当于给了川普一个难题嘛 不过川普就很好的接过了这个问题 就说很多人都是被这个coyote 实际上就是人蛇嘛 就是人口走私贩子带进来的 所以他们把大人带进来 就说这个大人是小孩子的父母 实际上这些小孩子 根本就不是跟父母一起过来的 然后那他就抓住这个机会 说你看拜登 你们2014年你跟奥巴马的时候 你们造了这个铁笼子 把这个孩子装到铁笼子里头 然后你们来攻击我 说这个铁笼子是我造的什么的 然后你们到处发照片什么的 他问了几次这个事 说你到底承不承认说 这个铁笼子就是你们做的 川普就是很大的扳回了一局 当然拜登就也没含糊 就说这些人很多就是有父母的 他们有多可怜什么的 你们把他和父母分离了什么的 就打苦心牌 这个川普就说 他们很多就是没有父母的 他说我们很好的照看了他们 所以你可以从主持人这个谈话 也可以看出 他问的川普的问题全部是挑刺的问题 给拜登的问题或者双方的问题 基本上都是对拜登有利的 然后我觉得拜登还有一个很大的败笔 就是他说他如果入主白宫的话 他就会第一个加入巴黎气候协定 因为当时主持人就问他说 你们相不相信科学 你们相不相信气候变化什么的 当然川普就说 我在我的任内 35年来我的环境是最好的 这个确实是真的 就是他有这个环境的专家就做过调查说 川普任内的这个环境是美国35年以来最清洁的一个环境 他说我也没耽误这个经济 经济还发展的这么好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比较有效率 然后我们知道应该做什么 那拜登的意思就是说 我一入主白宫的话 我就要重返这个巴黎气候协议 减低碳的排放 说我们的未来什么 就扯那些未来好像岌岌可危的这些话 川普立马就反驳了 就说那中国也要加入吗 要求中国这么做吗 因为这个巴黎气候协议就是 他看起来好像是大家要控制碳的排放量 实际上他把美国放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 然后把中国其他国家都放在一个所谓发展中国家 所以他们可以碳排放量比我们大很多 相当于牺牲我们的经济去保护环境 所以那川普就认为 这个是个非常不公平的协议 所以他就退出了 他如果一加入这个巴黎气协定的话 那基本上美国的很多饭碗都没有了 因为就是很多制造业啊 还有很多他们认为是有污染的行业 因为碳排放的标准啊 各种状况就会牵出美国 所以实际上这是对美国经济的一个打击 那拜登还有另外一个拜比 就是他觉得这是他的成功的地方 就是他说要把全美国的工资提高到 每小时15块钱 其实这个都根本不是一个很新鲜的话题 那他说这个无非是说 哎你看这些人他为了要生活打两份工啊 什么就是因为基本工资太低了 然后川普就说那你就是要是把小的生意人都杀死了 人家做个小生意他就是雇了一些便宜的人嘛 生意才能蓬勃发展 如果你那么贵的话 那小的生意都没有了 只剩下大的托拉斯或者是大的这个企业了 所以他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因为在美国有70% 80%的生意是来自于small business 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 它不是一个社会主义 川普就解释的很清楚 他说有的州可能觉得15块钱其实不算什么 其实加州已经到12块半 离15块根本就不远了 有些这个消费比较低的州 他确实是负担不起这么高的这个小时工 那他肯定很多企业都会破产 那实际上就是一刀切嘛 他说这样就是很多人也失去工作 然后小生意人也丢了饭碗 你就是在扼杀经济嘛 美国的经济就是一个市场经济 一小时挣多少钱 实际上就是由市场决定的 如果人手不够的话 你就会多出点钱 如果人手够的话 你就少出点钱 就是这么回事 如果你又放非法移民进来 然后你又提高这个最低工资 那你基本上就是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美国就没有办法保持他的经济活力了 这是很多人认为的一个败笔 当然拜登可能觉得特质好 觉得他说的都是对的 为穷苦人民发声 他的这种伪善只是表示在 他根本都不懂经济的运作 这也是为什么 他很多时候就是我做这个 我做这个 然后川普就说 那你说了这么久 你47年了 你在奥巴马的时候做副总统也做了八年 那你怎么都没有做成功 所以他说这句话就把那一案没话说 然后他就说 哦我是副总统 我不是总统 他只能把这个拿出来说 他说那你也可以去争取嘛 然后他就说 你看那我这个没签 那个没签 就是因为有国会的阻挠 然后川普就说 那我也有国会的阻挠 我为什么签了这个释放黑人的这个第一步 我为什么签很多很多的协议 说你必须要去工作 你必须要去争取他们 这就是你的职责嘛 然后我觉得拜登还有另外一个败笔 就是他发誓这个毒品的合法化 他要这个吸毒的人不要进监狱 实际上这个是很多保守派人士看来是要坚决反对的一个事情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说现在像大城市包括洛杉矶或者是就林山这样的大城市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homeless就是无家可归人 并不是因为他们当地的租金高 他们租不起房 房屋也是一个市场经济嘛 对不对 如果大家都租不起房的话 那岂不是这个房价就要下跌了 对不对 这是很正常的 如果大家能出得起价 房价自然就上涨了 那之所以有这么多的homeless 你看这些街上的homeless 他们实际上都是神经有问题的 就是他们很多是毒品酒精的这个牺牲品 他们的脑子已经坏掉了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保持一份正常的工作 所以他们最后才流落街头 最后成了这个无家可归者 我说的难听点 如果拜登的儿子不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爹 他保不起也会成为一个无家可归者 所以拜登说要毒品合法化或者大麻合法化 然后又要说这些吸毒的人也不入狱的话 可能会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多保守派人是非常担心的一点 再来说一下川普做的哪一些 他把该说的问题都说明白了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而且他趁机也提出来了这个电脑门的问题 然后他就问了拜登 就说你收华尔街的钱 你收外国的钱 然后拜登就不得不正面回应 说他我没有收外国的一分钱 没有收任何一分钱 川普就非常的愤怒 就说你这不是开玩笑吧 意思就是这么大的事 有这么多的人证物证 你还这样说 所以这种辩论实际上就是一种 在民主党看来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辩论 但是在川普来讲他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事 说你怎么能当面撒谎 包括这个fracking的撒谎 然后包括这个他当面否认说没有收入外国一笔钱 然后反而他就把皮球很巧妙的踢到了川普的这边 他说你才是这个从中国拿了好处的 你的秘密账户在中国什么的 然后川普就说我是个商人 我当然这个在全国各地都有生意 然后我是2013年开的这个账户 2015年我就把它关掉了 那当然之前谁都想着去中国做生意 我有这种想法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我后头根本就没有跟中国有任何的往来 这个账户根本就关掉了 所以他也解释了大家的疑问 然后拜登就说那你这个交税只交了750块 他又扯那个税单 说川普瞒报 然后川普就说他说我有什么瞒报的 我的这个会计告诉我 我已经prepay了很多钱 说虽然我们的账还没有出来 但是我prepay了就是预先预付了 就是你可以估算一下你今年大概有多少钱 你就把这个税先交了 然后如果你交了多了 这个IRS国税局就会把这个税退回来给你 所以他说我prepay了有上千万的钱 所以他说这个750块 我认为他们说的是不是一个手续费 我觉得在种族问题上 实际上川普也得分了 虽然看起来主持人似乎是想这个challenge川普总统 但实际上川普总统说 他说你看我是这个房间里最不种族歧视的一个人 然后我是自亚伯拉罕林肯以来 我对美国的黑人做的最多的人 他就说你看我的这个经济 美国黑人的失业率有史以来最低 我签订了这个司法改革的法案 然后使很多这个黑人得益 然后我还给黑人的大学给了十年的这个资金 他每年来跟我要钱 然后我都觉得很奇怪 说你怎么又来了 然后那人就说 哎呀他说奥巴马一直规定每年都要签一次 然后他说我就一口气给他签了十年的资金 而且比你们以前的都多得多 他说这就是我对黑人社区的贡献 他说然后还有一个opportunity zone 就是机会区 这个机会区就是在不发达的地区或者是落后的地区 画出来一些机会区就好像中国的这个经济特区一样 说你可以有优惠的政策 然后资金就大量的涌入 他说帮到了很多黑人 还有拉丁仪的这个就业机会 所以这个都是为黑人创造了很多的机会 他说你做了什么 他说你47年来你什么都没有做 他说你们都是一直在说说说 你们从来没做任何一个事情 他说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政客 他说但是我之所以要run这个office 之所以我要跑来竞选 就是因为你拜登 他说你和奥巴马这么失败 以至于我不得不跑出来竞选 如果你们做的好的话 我就根本不会参与这个美国总统的竞选 所以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的置地有声 我觉得这也是川普的一个大得分 他说47年来你说的就是我要做这个 我要做这个 你根本什么都没有做 他说你永远停留在说这些上 所以他们的这个基本上是口头服务 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动作 所以即使是左媒的CNN也不得不报道说 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很漂亮的一个回答 这就是整个的辩论的情况 当我要结束这个节目的时候 川普竞选团队传来一个消息 就是他昨天的收到的这个捐款是破纪录的高 这也侧面暗示了支持川普的人群的热情度 还在不断的升高 而且证明他有一个momentum 也侧面的证明了他的这个辩论是成功的 OK这是今天的播报 我希望您喜欢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订阅点赞留言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